大家好 我是赵少康 那么美国新当选的总统 这个拜登 他的核心幕僚 这个坎贝尔说 希望两岸之间能够坐下来谈 那当然这个表示 两岸的问题 终需两岸自己解决 美国很难在中间插手 换句话说 要谈要打 要核要战 你们两岸自己决定 事实上我认为 不管是谈或这样的战 美国能够出的力量 其实都很有限 那也就是说 美国不会逼你 美国也没有能力逼你 当然现在两岸不谈 这很奇怪 因为两岸的贸易额这么大 台湾今年大概要赚大陆 1000亿美金的贸易 那起码有百万台商 这个台胞 台生在大陆 关系这么密切 那过去每年大陆来台湾的观光客 也差不多将近500万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说不谈 发生问题没有沟通管道 很奇怪 那是要谈 那民进党就提出来了 说不能有前提 那共产党提出来呢 是要有前提 共产党北京的前提呢 就是 一中 那台湾认为说不能有前提 我就是不要一中 民进党就是不要一中 那跟你一中要谈什么东西呢 说我要以两国的立场 他没有这样讲 其实就是 不是一中就是两国嘛 那北京觉得 我跟你两国谈 那你不就独立了吗 那将来新疆 西藏 香港都要跟我谈 我怎么办呢 怎么用两国来谈呢 所以中间卡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大陆 北京坚持必须要有前提 台湾坚持不能有前提 就是目前这个情况 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五年 还是不能谈 而且关系越来越冷淡 这就回到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的 这个现在好像已经不流行的九二共识 其实基本上就是大陆说一个中国 台湾也说一个中国 共产党说一个中国 国民党也是一个中国 可是这个中国的定义是什么 各说各话 共产党说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党说那就是中华民国 那彼此呢 大家打个马虎眼 也就不生就了 就谈下去了 可以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那现在呢 既然两边都很坚持 所以很多实际问题 没办法解决 那等到疫情 疫情很快就会过了 因为疫苗都出来了 那现在呢 又恢复了这个交通 又恢复了交流等等 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那你又问我 我是觉得说还是该谈 不谈怎么办呢 怎么能够不谈呢 而且这种事情两岸的事情 怎么可以老是要想要透过美国呢 这不可能的 两岸必须要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否则的话呢 台湾的筹码会越来越少